我們最特別的是 我們有跟夏威夷的聯邦合作 我們會再犯人 而且是重刑犯 而且我真的也看過一些 真的是根本不敢跟他們拭目相對 就感覺看他們出來 他們會殺人 對 超恐怖 嗨 我是登登 哈囉 我是Henry Henry從夏威夷回來了 Henry他其實之前已經跟我拍過影片了 如果你們有認真的看 就是他之前有跟我一起 就是跟William回應 我們也是因為William認識的 對 那個時候我應該算是你們的導遊 噢 對 我們那是去他跟你學校飛的 Henry他有個很特別的經歷 就是他之前有在夏威夷飛過 我們公司是在夏威夷做島嶼島之間的cargo 也有做一些contract 就是合約制的包機服務 主要來講我們公司是偏向是走貨運 主要在人 郵件部分就佔了八成 我們有跟Amazon或者是說跟Ballix合作 然後呢 有時候比較特殊會載到活的雞 活的蜜蜂 我們有乘客的時候也會配控 會 我們會配銀 除了在像是一般去其他島 contract的那種工人 他們可能到別的島去要做一些建設 我們最特別的是 我們有跟夏威夷的聯邦合作 我們會載犯人 而且是重刑犯 以抵擋 而且我真的也看過一些真的是 根本不敢跟他們拭目相對 就感覺看他們出來 他們會殺人 對 超恐怖 大家應該看過空中監獄 Nikolaskin Nikolaskin其實可以錄一片 就是全部都是手套 他們都會講可以講話嗎 他們可以講話 他們有時候會故意挑釁你 為漁火 真的喔 看我就是很嫩 要我幫他拿果汁之類的東西 那給他們重刑犯是要被移到哪裡去 有時候是從貓移到航能路 有時候是從航能路移到貓移 像我們平常知道的那些航空公司 都是走 反過都是走Part 1、2、1 對 你這種就比較偏是衣衫很多 那他們的規定比如說 飛機啊或者是 你們機師本身有什麼不一樣的 什麼限制 Part 1、2、1 大部分是屬於就是 schedule client 所以他們的飛機固定的就是有搬錶 那我們E35最大差別就是 像大家比較知道可能就是 私人航空 就是private jet這種 他們隨時想飛我們可能就可以 就是需要去執勤 對於我們本身機師來講 Captain那邊的話就是 我知道 以我聽到來講 121他有年齡限制 因為知道最新的法規是到65歲 但是如果E35的話 他並沒有最高的年齡限制 而且大部分他的medical 就是他只要需要class 2 80歲左右 真的 真的是很棒 所以他應該是在大型航空公司 就退休了 很多甚至還打過仗 有一些跟我講 他們有一些跟我講過打仗的經驗 然後飛了一輩子 我遇過幾個人 一些是夏威夷航空 有一些是United Airlines 退休的 然後這種種 Part E35的 底部需要有1500小時 對就是我們可能 額外要去拿一個Type Rating 拿SS IC 那在Part E35 本身來講是公司去 會有規範說 說我們需要多少小時 我們的飛機其實是 一個叫Shorts SD360 然後 這個其實台灣以前也有 在很早期 對 就有個叫中亞 這我知道 我們原本這台飛機 射精39人做過 但是 因為E35的規範是30人 包含30人 就是以下 才能符合這個規定 遙遠看龍的時候 其他還蠻像ATR的感覺 而且因為飛機舊 其實Layer Trim的部分 就是 也都一開始 就是要花很多時間去習慣 還遇到蠻多 就是很有經驗的 30年退休的那些 比如說 Hawaiyan或United Captain 退休下來 他們跟我說 他們飛就超無習慣 因為他們已經習慣 那種很高科技的東西 他們說 反而我可能飛得比較蠻好 那當然是一個開玩笑 那你們等一下 誰要負責 你的下去Walker 我 永遠都是F-O 永遠都是F-O 但是 Captain最終會走一次 但他們不會去剪的細節 其實那個Captain 兩個多樣 Captain最後 他只是走一圈外圍 看一下基本的東西 我知道 可是他們一般都只有一個下去 因為飛機真的比較舊 其實細節蠻多的 我一開始可能要 一開始檢查 可能要花了快一個小時 這麼久 我會檢查蠻細的 包括輪胎上有幾個Pen 就是它有沒有去鎖上去 我都會去仔細檢查到 我還甚至要檢查 冷氣瓶是不是有足夠的量 那甚至就是面火器 如果你發現 它已經過期的話 你可能要重新去換一瓶 我覺得你做的事 比較像是金屋大哥會做的事 因為畢竟小公司 我相信小公司 跟Part E35大部分 就是一個人當兩三個人用 那你們平均一天要飛幾腿 多的時候 我有飛到六腿 平均大概 可能就只有兩腿 就是一來一腿 所以你們Base還是在歐五當中 對 我們Base在歐五當中 那你那時候 才不容易自己花錢拿 這部分是公司幫我負責的 那像我的比較特殊這種 什麼Shorts 可是全世界只剩下了Guardia 有它的模擬機 我們還有遇到非洲 就是那邊航空過來的人 就是全部都要送來這邊 你現在也就是會試試看 台灣的航空公司 對啊 對啊很大 因為現在美國真的很 也蠻恐怖的 很辛苦的 對對對 所以他現在有點回台灣 我發現他的IG 在留言那邊 然後如果你們有其他問題 想要問他 或者我知道他現在 就是有在接那種 韓空英文的表演講 你們如果有興趣也可以 就是留言出問他講 好喔 謝謝Herry來 不會 謝謝丹丹 希望你可以穿個來台灣 希望你可以穿來拍影片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拜拜 問你們去夏威夷 夏威夷的雞真的跟狗一樣 就是在入山 會倒數跑的那種 他有時候有跟你用的 這也大概是我去夏威夷 我覺得是最不可思議的 不過這麼大 我從來沒有看過野生的雞 到處在 對 junto 我會 moisture 哇 很獲奇 大家都知道 Garcia